那么高丁峰大哥既然已经写下了不死鸟的传奇 但是呢他的离世现在争议还是不少 其实海岸妮姐可以不用这样子的 其实有些现状也没那么夸张 根本都不是事实 不要说夸不夸张好了 争议产这个事一点都没有 一点都没有 而且我还要讲就是说 小金以前都愿意在高大哥最不好的时候嫁给他 然后还把他小金爸爸的房子拿去抵押 给高大哥用 这些都是事实 高大哥非常感恩金爸 然后现在金爸他们也没有要争遗产 而且小金当初 当然他们夫妻之间发生什么事我们不知道 他们两个人要离婚的时候 小金也没有要什么钱 也没有 但是高大哥有给他一些 因为高大哥经济状况不是很好 所以每个月我知道是有给他十万块 给小金这是有的 但是小金其他其实也没有要什么钱 所以这影剧版Paul夸张了点吗 还是真的不是事实了 一定都是会夸张的写啦 其实因为我们跟我们那个小金有录影过也知道说 其实那时候在吵得沸沸扬扬的时候 事实上他要上了节目也是要谈这个 但是我跟他们录影私底下在花段接受 其实对他讲说 他说其实也没有那么多的恨跟爱 其实有时候就是一个感觉而已 所以并不像外面或者媒体写的那么的试血 或者是那么的复杂 然后我们甚至看到说 前一阵子我跟宝弟一起录影的时候 那个时候高大哥还在 那时候他也上台了去唱唱跳跳 我觉得说身为高大哥的传人 他现在唱得更好跳得更好 所以其实就算这个不死鸟 我觉得也是另外一种不死 因为他藉由宝弟再次的复活 那我昨天跟宝弟录影 他现场表演把我吓坏了 你知道有现场观众的 因为我们昨天录的是全部艺人 一起唱 每个人学高临风 唱高临风两首歌 就是现场 都是现场的 血血血脉的 然后后来宝弟出现 我们也不知道宝弟是特别来宾 你知道 宝弟上来表演了高大哥的歌 我跟你讲 我们全场的人还有观众 都目瞪口呆 他怎么可以表演得这么好 包括主持人黄韵玲 他都说天哪 黄韵玲是评审 他都说 熊姐 宝弟电话留给我 不一样了 对不对 他说我们可以帮什么的 他真的是可照旧制裁 他真的很棒 而且他的舞 真的不输给Michael Jackson 而且那个高大哥的歌 他这个声音唱的 真的没有他儿子好 我讲真的 所以我们说 不只是纪念馆要来做 那不只演唱会要来办 那现在其实宝弟的一个 把继承复制 其实就是一个 不死鸟传奇持续 能够延续下去的 但是事成 最重要的精神是什么 我们刚刚说高大哥 下去又起来恩赐 但是每次起来都是这么的精彩 对宝弟来讲 是启发但也是压力 对 1997年那个时候 有人到高凌峰家影视人 然后高凌峰那时候 晚一点出现 为什么他在楼下警卫那边看报纸 为什么 他说 这样子每天10块 一个月可以省300块钱 他是这样起来 1997年 后来2000年 他自己自己进录影带去 跟那个制作人我还认识 然后去扮演张军熊 那时候我们就不晓得 他是高凌峰 模仿张军熊 对 所以他就这样起来 我认为 他可以认为自己这么高峰 然后可以从树人开始起来 我觉得我们要多发扬他的精神 那些不属于他那些风风雨 我觉得现在不要他当作主轴 我真的没有意义 这个演唱会的主轴 我在这边要讲 高大哥一直跟我讲 很多资深艺人 都被人家认为过气了 好像都好像不能这样讲 对 但是高大哥说 我这边你看看 都有那个10年20年没有出来 但是他们的 他们的成名曲一唱